嘉义的火鸡肉饭闻名全台 今年端午节 嘉义民众推出了创意火鸡肉粽 把可口美味的火鸡肉拿来当肉馅 那么民众表示火鸡肉粽不但是台湾首次出现 同时也把嘉义的在地美食发扬光大 火鸡肉包粽子 原本有名的嘉义火鸡肉饭 现在在地民众突发奇想 趁着今年的端午节 再把火鸡肉拿来包粽子 不但风味独特 而且营养又好吃 这个肉粽他的火鸡肉 他吃起来比较Q 他的低脂肪高蛋白 吃起来是很健康的 嘉义市首次举办包火鸡肉粽 只送不卖 由发起人翻射里长郑秀玉 联合翻射民生社区 志工妈妈一起包粽 招待弱势身心障碍朋友 火鸡肉粽的新创举 让大家品尝嘉义市火鸡肉的好滋味 也将嘉义地方美食发扬光大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玉民 台湾嘉义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